父姓有哪些? 我国传统的百家姓中的父姓共有81个 具体有欧阳、太史、端木、上官、南宫、独孤、东方、司马、下侯、诸葛、魏池、公阳、申徒、太叔、公孙、宇文以及司徒等 其中欧阳为汉族人口用的最多的父姓 太史姓来源于祖上官职太史贤 目前山东等地区仍有太史室族人分布 端木姓是自东周时期便有 分布相对于比较广泛 后来都被改为端姓、木姓 上官在我国大陆以及台湾省 并没有入百家姓前三百位 此姓是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司马父姓来源于西周时期 司马与司徒、司空秉称三有司